小伙伴们 这是半拉送给老豆子的新房子 你们说好不好看啊 老豆子终于可以告别小丹签了 看来还得要多谢熊孩子们呢 把我的房子给拆了呀 不然我上哪去找这么好看的房子 这个房子真的是既宽敞又舒适 老豆子越看越喜欢了 小伙伴们 你们看 尤其是这天花板金碧辉煌 金金金金金碧辉煌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姐坏得很 呃 这 这天花板好像没有装哈 看来半拉建房子的时候偷工减尿了哈 哈奇 谁在说我坏话 一定是老豆子 对了 回来了这么久呀 还从来没有去看过我的小飞猪和大飞鸡们呢 作为一个合格的饲养员 也是时候去看看他们了 不知道他们长胖了没有 到时候就又烤 不不不 就没有烤 不行不行 我可是一个站着的豆子 哦 是吗 我看你是怕被半拉给知道吧 我可是记得你上次玩火 结果把自己给烤焦了 半拉老远就闻到人的烤头都喂 走开走开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羊吃场 你们的饲养员回来了 诶 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呀 哇 卡卡 这些小肥猪过年不见 长得也太好了 看来半拉比我更适合当这个饲养员啊 嘿 小肥猪板 你们还记得我不 诶 猪王 你看这个小胖子是谁呀 怎么长得比我们都胖呀 脸都胖成疯的了 你才胖的 你全家都胖 我胖我叫 你捏 我不不不 看来今晚可以加餐了 老豆子 你在低估什么呢 啊 半拉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我的养殖场呀 防止你偷吃 还好半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作为一个优秀的饲养员 我可没打算偷吃哈 哦 是吗 嗯 是的 为什么 我总感觉忘了点什么 有点点赞一下 其实是在家里边收拾了 我们的侧阳 并阳 略 我们的侧阳